最重要的是,我們剛剛除了說了解標籤 特別注意,Find尋找標籤的部分,幾個原理原則 我再把重點回憶 1,先連到中央切像局網站 以後如果你想知道一些網頁背後的相關標籤規則的話 記得啦,當然你也可以用IE瀏覽器 不過IE瀏覽器它的方法跟Chrome瀏覽器又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用的是Chrome瀏覽器 第二個的話,比如說我要找的相關資料也許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選它啦,比如說一般習慣會在找上面的地方 按右鍵,然後檢查一下 有沒有,它就跳出來 這個地方順便了解一下,它是左右可以移動的 OK,有沒有,這一條線是可以左右移動 然後另外呢,如果你要找到你要的東西的話 按右鍵檢查,它會跳到哪裡? 跳到你,不過有時候要找一下 有沒有,跳到按右鍵檢查,它在這裡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油標放在它這一行上面 它這一行的資料就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就是有點像讓讓你知道 而且上面這邊會出現啦 不過可能剛開始也許你還不太習慣啦 慢慢也許用久了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我想要找什麼 找我要的資料在哪裡喔 你就這邊喔,油標一直往下 有沒有,如果找到了有沒有發現 它左邊的那個mark 它已經幫你把這一整個都選起來了 那表示喔,它就藏在這裡面 就在這裡 那有幾個訊息啦 第一個它標籤名稱叫什麼 後面的話呢,有個點有沒有 點後面的話呢,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叫class啦 所以class就是它的類別啦 意思是說,將來這個DIV的標籤 它就是這個類別 所以可能這個網頁或者這個網站裡面 有很多類似的這種類別 以後喔,他們如果要修改它的相關的樣板 它就馬上改一下 不過這個我想你們暫時知道一下 class 將來的話,如果你要找有沒有 網頁裡面的這個class也可以喔 OK,也就是說你可以把class名稱 class name也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只是說那又是另外的方法 OK,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點擊它打開來 這邊就有我們要的東西了 所以再展開來 有沒有,找到table 那我剛剛講過啦 最重要就是喔 你要找到table的話 就Ctrl F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也許你就在這邊找小於 然後打一個table 或者你偷懶可以把那個上面的東西 複製一下 有沒有,找到幾個 那另外的話,除了如果你不找table的話 你也可以找什麼 找別的東西啦 比如說像DIV 像 那個Yahoo股市已經都變DIV了 或者UL 那你也可以找UL 反正喔 回去的話,有時間 不妨你就是多多使用幾個網站 你常用的網站 然後呢 試著喔 把你看到那個網站上面的資料 可以抓下來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不過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因為說真的啦 這個東西我剛剛講過 這個水非常的深 光這個東西喔 我可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才終於懂得怎麼去使用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過程實在是太漫長了 我不可能也把那個整個漫長的過程喔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把什麼 因為時間太長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直接乾脆告訴你最重要的 也就是你不用去走那個冤網路啦 OK 那我前面講過啦 因為網路上找 奇怪 怎麼都沒有這相關的東西 有啦 找到多半是英文的 都是國外的 OK 而且喔 版本非常多 只要城市差一個地方 RUN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喔 你們可以網路上找找看 版本非常多 而且喔 RUN的常常都出問題 有時候這裡出問題 有的是那裡出問題 那你最後 像我們教學喔 不可能說我今天 給你們一個 不OK的版本 或者是不穩定的版本 那不然每天同學寫信來說 老師你這城市又有哪裡出問題 你這又哪裡出問題 那我不是不升起早嗎 所以最好想一個 大家都可以很穩定 無論你在任何一台電腦上面都可以跑 OK的 第二個的話 要把上面的每一行的動作都交代清楚 不能像有些好像剛剛同學分享說 他們同事寫城市都非常的隨興 這邊寫一點 那邊寫一點 這邊寫這樣 那邊寫這樣 完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OK 別人看他城市 真的是頭暈了 OK喔 為什麼 因為很隨興 就像常常我的桌面喔 我都覺得很整齊啊 我要找就很好找 但我老婆說 你為什麼桌面這樣這麼亂呢 你可不可以整理一下 然後有時候他會真的幫我整理 我說嚇死了 你看他還跟我講說 你看這樣很整齊吧 我說 我就開始緊張了 解不解 我的動作 因為有個人習慣 自己有自己習慣放的地方 雖然亂一點 但至少都知道 我自己知道放 但問題是別人就看不懂 那跟寫城市也有點關係 因為很多人寫城市就很隨興 寫的就是會比較 只有自己的style啦 OK 當然我們早期寫也會這樣 可是慢慢的 因為我們從教學嘛 尤其教程式喔 不能這樣 因為教程式是只要你一個地方寫錯 你整個程式哪怕是全部都對 就那麼一個地方錯 也是錯 等於是說你今天考99分 跟考0分 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就不能這樣 那當然我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程式 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 第一個 看懂你的那個標籤 第二個的話呢 要知道說我每一行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那你就有能力去做修改 至少啦 你要能夠修改 你如果連修改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我想喔 可能你之後要延伸就比較困難了 跟各位講喔 這東西真的是 就是有些我自己都覺得得之不易啦 OK 但是我的個性是反正也OK啦 反正大家都會是最好 也許大家每個人都會很快的把這東西 用在工作上面 哇 那其實就一件很好的事情 OK 像我一直回想起來 像我教程式也超過20年了 OK 那這過程當中 以前也很多學生在工作上表現得非常好 OK 那我當然也覺得自己也覺得滿開心的 那最近看那個什麼 因為我加那個Nest Free 那個Nest Free 那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加那個Nest Free 那個Nest Free就美國的一個 那個 叫VOD 就是它可以線上看影片 然後你只要一個月付它多少錢 哇 上面影片超多的 而且都是4K的那個高畫質版本 所以變成說我根本就不需要去電影院啦 一個月我記得好像300多塊吧 那就是剛好有一次去飯店 然後看到有那個 我想說那有Nest Free 很棒 就一按下去它說要登錄帳號密碼 我想說我沒有 我就上網看一下 他說如果你要看影片你要付錢 我想說300多塊嘛 你看個電影不會也是差不多這樣的錢 然後我就給它登進去試試看 發現裡面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有 最近就開始迷上那個 你知道深夜食堂吧 有沒有 深夜食堂 真的是製作得非常的好 感覺喔 雖然裡面 它每一集大概二十幾分鐘 然後每一集就是一個故事 而且都不一樣的人的故事 我就讓我回想起 對 其實我教學這麼久 其實好像也蠻多故事的 每一個學生其實背後就是一個故事 對 是不是以後可以找 比如說哪個學生 以前可能很久沒有聯絡 找一下 我們來拍一支影片好了 對 深夜食堂我們叫什麼 我們不要深夜 我們叫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茶好了 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聊聊天好了 分享一些經驗給別人知道一下 整個過程 然後你學習前跟學習後 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其實我發現當然 也是種激勵啦 我覺得很多是正向的 你學跟沒學 最後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到底差異多大 我覺得應該是差異還蠻大的 因為我基本上 我還蠻積極的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二十年來幾乎也沒有停歇過 OK 但現在腳步也稍微有點慢一點點 不過還是繼續往前 OK 所以這個月的月底 我自己又去報名那個 AI的人工智慧跟機器學習的證照考試 OK 我自己去先去體會一下 而且之後有機會的話 也許再分享給大家 OK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你想說老師 你幹嘛那麼認真 幹嘛那麼激起 當然 背後當然總會有個動力吧 因為如果你沒有積極一點的話 可能 這樣怎麼去讓人家說服別人說 學習這東西是正確的方向 OK 這個月底也應邀那個 因為教育部現在在推那個 城市設計的教育 所以也應邀擔任那個獎者 要去台師大 就是分享的對象都是大學老師 OK 其實也是想一想 所以最近剛好有一些 想到一些 應該要上台要講 所以會回想一下 到底我之前做了什麼 以前就是一股腦 就是一直想說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從來沒有想說 有些東西其實應該要停下腳步 想想看到底自己做了什麼 回頭一看 哇 我已經走這麼遠了 我已經走了20年了 因為我第一次教城市設計 比較正式的教是在那個巨像店 大概是民國88年的時候 民國88年 距今現在110了 對 現在已經22年的時間了 OK 其實也還滿長一段時間 但是 等於是有點整理一下 之後要該怎麼做 不過剛開始我發現 我教所有的電腦課程裡面 最挫敗的就是教程式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教的時候 從來沒有這麼挫敗過 因為所有學生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連那個主任都跑來跟我講說 老師你怎麼了 因為他們客戶都有問卷 然後都有評量 那一次真的是分數最低了 從來沒有這麼低過 OK 但是人總會有挫折 才會慢慢不斷 在想說 對原來是真的 你自己很清楚的東西 別人不見得會很清楚 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這段路很多說其實 就是盡量把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把它變得越簡單 讓別人也可以很清楚明白到你在做什麼 這樣那東西真的很難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變簡單 就這樣而已 OK 然後盡量把可能暫時不需要講的 也許暫時放到後面 可能要鋪陳 要鋪梗 還要想一個劇情 最好是有高 有沒有 有高有低 然後有前有後 然後敘述的方法 還是用什麼倒序 有沒有 先跟你講這樣子 然後慢慢再告訴你為什麼 這實在是有點困難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 把剛剛的程式 我剛剛講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把這個清單裡面的所有的 OK 這個清單裡面所有的 所有的 這底下的表格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放到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比如說第一個 我希望把那個日照時間 先放在哪裡 先放在一個 這個 工作表裡面 所以也許啦 你另外再 乾脆另外再開一個新的 檔案算的 如果說我今天呢 這個檔案的話 就專門針對什麼 就是下載這個 這個網頁 就是中央氣象局 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些所有的清單 甚至呢裡面還有什麼呢 台灣的 中國的 全球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比照辦理 當然我們 先不要弄那麼複雜 我們先 從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幾個 全部都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裡面 那當我下載一個之後的話 它會有下一個下一個 全部都幫我 乾脆 一個工作表 就 放一個 清單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先從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什麼都不會啦 沒關係 你就可以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新的模組 所以我這個 這個新的 這個火頁 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我可以什麼 把剛剛的程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 可以套用範本 像我自己寫過東西 我也可以拿用 那其實我可以拿什麼 下載這個降雨量 我可以把這一段呢 拿來Ctrl C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那當然不是下載降雨量 下載 這個網站 下載中央氣象 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個 月平均嗎 下載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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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要下載第一個的話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就把這個地方 index改成0就好了 其他應該不用改 所以改完了 我們來試一下 程式我貼過來的話 只是把下載降雨量 改成下載氣候 但問題第一步 下載看看 領量第一個 把日照時數 切換過來之後 把它的1到12月的資料 下載下來 然後並且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我看 這個少一個 少一行 叫什麼 IE 把它關掉 點QUIQ 把它關閉 這樣的話 我可以 就下載什麼 下載這個東西 就是 日照時數 下載到這裡 OK 有沒有很快就下載 再來等一下 應該要做一件事 什麼 把這個的名稱 改成日照時數 就是 這個的名稱 並且 換到下一個 不過換到下一個 我需要做什麼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這邊新工作表 然後把這個名稱 也許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的名稱 最低氣溫 然後再把最低氣溫 讓一下 然後換到下一個 如果 我希望做出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結果的話 該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應該 改一下吧 只是說要怎麼改出 我們要的結果 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